早餐吃鸡蛋好吗 胆固醇固高的人说 当然不行 这个鸡蛋不能吃 不过英国美国最近有新的研究说了 因为禁用肉骨粉饲料 喂养母鸡见效 所以现在的鸡蛋 胆固醇的含量 已经比十年前大为降低了 不仅如此 鸡蛋富含有维生素D 优良蛋白质有多种的营养 对人体其实是好处多多 另外英国还有一项研究说了 早餐吃一两颗蛋 有助于减轻体重 原因是蛋的高蛋白质 是可以让食用者的饱足感 更加的长久 今天早上吃早餐 就选择吃一颗蛋吧